不是准了,对 其实空弦,只要不是真的去了A-Sharp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A-Sharp 如果你认得的话,这个 如果你出来的音是太高,差不多去到A-Sharp 这个就直接是A-Sharp 如果你空弦出来的这个音,你应该觉得好像有点高 或者如果你出空弦出来的音是 觉得5不是,好像没有那么沉 其实是一个range来的,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tuner 我一定要4-4-3,我才叫准 4-4-2.5已经叫做不准 或者4-4-4已经叫做不准,其实range是可以很阔 有时甚至,你说不是,我真的喜欢flat 我甚至是4-4-0,或者4-3-9,4-3-8 如果你很肯定,我知道这一点 我想要低一点,沉一点的A,都没有问题 只要不要去到A-Sharp,或者A-Sharp 其实是很明显的,只要不要去到那么高 都没有问题 到最后出来的音准备不准呢 九成是靠你去按的 就算你听到空弦是不准也好 你知道它不准,它突出来了 那你自己要调节 例如你演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能停下来先教 不用,所以那些人花太多时间 在教音那里有时是不需要 反而你,譬如我再说 反而你听,当你以这个音准备 那你其他弦是否跟到它一样 即是以这个音做到reference去教 你的interval准不准这个更加重要 即是当你这个A比正常低了 四分一这样 这个是四四一 是的,即是当你,譬如 你真的听不出来 或者你喜欢拉一个高一点 那你旁边那条E线 你都要跟着 是一个准的五度 准的perfect fifth 即是这样的interval 是比绝对重要 需要一起加 是的 就回来啦